天氣濕冷容易發生車禍 檢然鄉有民眾真姓男子 為了講電話把車子臨停在路邊 不到30秒被後方 正姓男子和謝姓男子兩台機車 在路口發生碰撞而波及到他了 讓還坐在車上講電話的真姓男子嚇了一大跳 這飛來橫貨 雨天行車真的是必須要特別注意安全 兩車撞擊聲非常大 正姓男子機車上因為還載著狗 受到驚嚇狂叫 讓附近的居民和巡守隊都跑出來查看 謝姓男子倒地後 剛好頭部滑到汽車底下 被救護人員救出 而造勢者雙方身體多處差錯傷 送醫救治 吉安分局交通主巡官指出 雨天行車路況視線不佳 呼籲用路人減緩行車速度以車安全 在吉安鄉等里五街發生交通事故 正姓男子騎乘普通重機車 沿能力五街東往西左轉南浦四街行駛 謝姓男子騎乘普重機車沿能力五街西往東方向行駛 兩車入口側重造成雙方身體多處差錯傷送醫救治 有車職皆為零 造勢原因吉安分局調查中 近日天候多英語呼籲用路駕駛行行路口減速慢行以側安全 近兩日華蓮天氣不穩定也造成了多起交通意外 也呼籲民眾在行車時能夠放慢速度 行行路口減速慢行車安全 記者林杰吉安鄉財毛報導 記者林杰鄉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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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杰鄉財毛